Property Investment Portfolio 房产投资组合 这个词相信很多人是不陌生的 不过我发现在找我们做咨询的客户里面 问的最多的问题其实就是 应该怎么样去建立一个合理的房产投资组合呢 那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课题 在一个简短的视频里面 恐怕我们也没有办法方方面面将所有的细节可以覆盖到 不过里面有一些底层的逻辑和一些非常重要的术语 是每一个希望建立portfolio的投资者都应该要知道的 那今天我就希望可以和大家去分享 在我们建立这个portfolio的时候 在投资的每一个阶段我们应该做什么 有什么要注意的 那对于投资的新手 这个可能会是对你最有用的信息 那对于投资的老手来说 就可以当温故知心了 我是法兰克 希望透过分享我的澳洲房地产的知识 可以帮助各位投资者做出理性的抉择 第一次来看的朋友呢 记得订阅这个频道 按一按这个小铃铛 那这样之后出来更多对你有用的视频 你就不会错过了 那案例也要说一下 这个视频的内容并非理财或者税务的建议 纯属个人的经验以及知识的分享 从宏观来看 我们首先要知道 我们投资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买房当然是希望升值了 那希望赚钱 但是这个作为目标是不够的 赚多少 什么时候赚到 用什么方法去赚 赚到之后怎么样避税 在这个过程里面 每一个阶段自己应该做什么呢 如果我们不提前做好这些规划 那投资就只会变成一场赌博 对投资者来说 就有更高的风险了 房产投资呢 应该是可以以更科学和更低风险的方式去进行的 在每个人投资的过程里面呢 我们会面临不同的阶段 所以接下来我们探讨一下 在这些阶段里面 我们可以做什么 能够更有系统的去建立我们的投资组合 那第一个阶段呢 通常是称之为planning 规划的阶段 这个也是整个房产投资过程里面 最最最重要的阶段 因为将来是投机还是投资呢 就取决于这个阶段 我们有没有做好 而对我们最重要的第一个投资呢 就是我们的知识 思维和心态 对于很多人来说啊 在准备买房投资的时候 第一个问的问题通常都是 我应该买在哪里 买什么呢 他们觉得啊 这个就是接下来他们的目标 但是大部分人是没有去想 这套房产最终在你的投资组合里面呢 是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它将来如何可以成为你投资策略的一部分 帮助你达到最终的目标 投资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啊 都是希望可以创造一种被动收入 这样就可以代替他们工作上的收入 而这个被动收入到底要多少呢 这里你就要非常非常的清晰 而且啊 你的目标是没有人可以告诉你的 只有你自己要想清楚了 在我们去规划任何事情之前呢 你一定要很清楚 你最终想达到什么样的结果 比如说你想规划一下将来 要买多少套房产啊 每一套设在什么价位 多少的租金回报 但是在你不知道最终想要的结果之前呢 你根本没有办法去规划的 因为你还没有一个方向 但是当你知道你将来是要多少的 比如说每年想要10万的被动收入 你就可以粗略的去计算一下 你接下来买的这套房产呢 将来还清了以后 可以为你带来多少的被动收入 然后我们倒过来推算 自己需要多少套这种类型的房产 当然了 你也可以分散在不同的房产类别 但是你要知道最终它会为你带来什么 未来的升值我们虽然没有办法算到 但是现在的现金流是我们可以看得到的 而且你也要搞清楚 以自己的收入 贷款到底可以有多少 怎么样可以扩大你的贷款额呢 如何去设你的预算 这样你才能知道你需要多少的首付来买第一套房 将来也如何可以利用equity 帮助你可以购入更多的房产 我们还需要知道我们可以接受多少的风险 整个投资计划要多长时间 最终才可以实现我们的目标 这个时候除了知识以外 思维上是需要打开的 而且是需要持开放的态度 去思考究竟怎么做 比如以下这几个比较大的传统思维 和相对的另类思维 我们可以看一看 到底是先买自住房 还是一边租房一边投资呢 债务是很不好的 还是说要分好和坏的债务 还款一定要本息一起还 还是说有策略性的用指环利息 要买在离大城市市中心越近越好 还是看表现看回报 去选择适合你portfolio的区域 买一套自住一到两套投资房 还是说买多套投资房 将来有更高的被动收入 然后才去考虑买理想的自住房 买负现金流的还是正现金流 买house还是townhouse apartment unit 存20%首付贷款八成 还是说用更少的首付 付LMI借更多 那以个人买还是用公司或者信托 就下面这些观点啊 很多人就会去质疑另类的思维 说他是错误的 我经常也会看到一些留言 就会说这个做法不对 那个做法很愚蠢 这些人呢 我从来不会去理会的 也不会做出回应 因为这些不同的方法 可以说没有对与错 只是说你要知道 哪一种最适合你个人 哪一种更能帮助你 更容易达到你的目标 所以千万不要人云亦云 你的亲戚朋友 或者是各种房产群里面 大部分人说是好的话 那你就觉得其他做法是错的话 这是很危险的 那所以这个时候 你需要去学更多的知识 有很多人会期待 其他人把这些知识 喂到他们的嘴边 但是这样呢 你就会非常的被动 你自己也很难确认 这些知识传播的背后 是否有其他的目的 那最好呢 还是你自己主动去做调查和过滤 与其同时呢 我们要努力的存首付了 但是实际要多少才够呢 每个人的标准肯定都不一样 在现在这个年代 对于普通的打工族 不靠父母 要存一笔首付呢 真的很不容易 但是如果目标是明确的话 那你也知道 自己要买什么价位的房产 那你就可以设一个存款的目标了 因为可能很多人会觉得 买房首付怎么样也得十万 有些人说是二十万 甚至有些人要三十万 但是对于有些投资人 可能只需要三到四万就够了 那他们存够这个首付 入室的时间呢 就会很不一样 而时间记得也是一笔很高的成本 所以为什么目标是这么的重要 那记得我们之后走的每一步呢 都是要配合我们在第一个阶段 设好的目标去走的 那到了第二个阶段 是accumulation 或者acquisition的阶段 可以说是购入资产的阶段 在这个阶段啊 一般有一个大前提 就是我们要以最短的速度 买入最多的房产 那通常在这个阶段呢 还贷款的本金 不一定是我们最重视的 与其把资金还进去 本金被银行锁住啊 很多人呢 会宁愿自己的资金 是可以保持流动性的 随时可以用来投资下一套 这里呢 是和第一个阶段互相配合的 比如说我们在规划的时候呢 我们觉得在未来 我们可能需要持有六套房产 才能带来我们想要的被动收入 那你是准备用未来三年 五年还是十年 才买入这六套呢 买完第一套之后 怎么样可以最快速的买到第二套呢 你准备这六套房 要花多长的时间 才能还清贷款呢 怎么样可以提高还款的速度呢 还是说你的策略啊 其实是买入十二套的 十到十五年后 房产有一定的升值以后 你会把六套卖掉 把赚到的钱拿来还清剩余的六套呢 所以在这个阶段 买入房产的速度很重要 你越早买入越多的房产呢 越早就可以开始享受房产的升值 你在三年内买入你需要的套数 还是说十年才买入 会直接影响你什么时候 能以被动收入去代替你的固定收入 那在这里呢 很多人会开始说啊 买一套都这么难 怎么可能买到这么多呢 在这种时候啊 你的固有思维和心态 可能就是你最大的敌人 因为如果你是觉得不可能 而抹杀了他的可能性的话 那你就真的不可能做到 但是如果你的思维是正面的 事情虽然听着不太可能 不过呢 让我看看 怎么样才能让这个事情变成有可能 如果是这种心态 你已经迈向成功一大步了 也会有很多人说啊 我们做房产这一行 肯定是劝人买房的 那这个是必然的 卖房中介要吃饭 肯定要劝你跟他买房 但是不知道的朋友啊 我不是卖房的 之后呢 我们也会专门出一期视频 介绍我们的业务 但是呢 你有没有想过啊 其实如果你有足够的知识和规划 你买房整个的过程 是可以靠自己去操作的 只要你的心态是正面的 思维打开 吸收了足够的知识 那你的投资 你可以自己控制 根本不用中介 只要你还是处于这个 购入资产的阶段的话 我还是会劝你啊 越早买越好 只不过呢 选对的市场 现在新闻都会说 澳洲房价都在下跌 那你如果真的有做调查的话 你就会看到 也会知道 哪些市场 其实还在场 那有很多喷子啊 一直会散播负面的观点 那我一般呢 都懒得去理 我们只要知道自己的目标 知道了怎么样看不同的市场 别人怎么说 怎么想 真的不重要 那回到 怎么可以从一套变两套 两套变四套 这里你就要知道 如何利用equity 去帮你扩展你的投资组合了 所以我们必须要找到 有immediate growth 短期升值的地区 那我们大部分客户呢 在买完之后啊 可能三到六个月内 已经有足够的升值 可以让银行重新去雇价 然后把equity取出 作为购买第二套房的首付了 当然了 前提是要有贷款额 那这个呢 就是你在第一个阶段 要提前做好的规划了 一般我也建议一套房产呢 top up 一到两次也就够了 然后之后的升值呢 不是说不重要 但是呢 在我们整体的规划里面 相对没有那么重要了 我们走的每一步 其实都是为了达到 我们一开始设定的目标 所以什么时候入市 买哪种现金流的房产 用哪种还款的方式 更适合 什么时候做refinance 然后什么时候买第二 第三套房都是你提前可以规划好的 你在这个阶段的速度呢 也就可以提高很多了 那分散在不同的城市去买的话 以及选择好的现金流 也是为了降低我们的风险 让我们在未来十年持有的过程呢 没有什么压力 而在这整个过程里面 如果你是有自助贷款的话 很多人就会考虑 把所有正向现金流 拿来帮你一起优先还你的自助贷款 然后就来到第三个阶段了 Debt consolidation 处理债务的阶段 在上一个阶段呢 我们为了能够赶紧 越快买入越多的房产 会先把还本金的重要性搁置 但是呢 当你已经买入足够的套数了 到了这个阶段 我们就应该停止继续购买了 所以前面也说过 如果你三年内已经买入足够的套数了 你就可以三年后开始进入这个阶段了 那个人觉得越快越好 这个阶段的重点在于降低债务 那一般来说 如果你还有自助贷款 首先要降低的就是自助贷款 利用所有投资的正向现金流 帮自己提高还自助贷款的速度 尽快清零 然后呢 才转向降低投资房的贷款 慢慢把一些现金流没有那么好的贷款额去降下来 这样你的贷款额度下降了 现金流也会越来越好 那在这里呢 其实我们不用太有压力 必须什么时候还清贷款 毕竟我们靠的是将来资产的升值 我们可以出售几套帮自己还债了 当然了 想怎么做 要不要这么做 你自己决定 也是没有对与错的 最后呢 当你出售一些房产的时候呢 很多人也会规划 每个财政年度 可能卖一套房 还是两套 还是所有一起出售 那每年卖一套 也可能会有效降低 要交的增值税 房产升值带来的利润呢 你想用多少来还债 留多少来买自助房 或者是留多少来挥霍 悉听遵变了 没错 你会有面临增值税的问题啊 所以在最开始 你用什么税务架构去买呢 你要交多少增值税 就会有天与地的区别了 所以为什么提前规划是这么的重要 输赢从一开始就断定了 以上呢 就是一个框架的分享 希望可以帮助各位 更有效去规划自己的投资道路 哪怕你觉得你还没有准备好 去买投资房 这个也不要紧 但是有一个建议 你是马上可以开始做的 就是投资在你的这里 吸收多方面的知识 过滤筛选对你有用的信息 比如那些跟你说 你买几套楼花 你就可以财务自由的 那就千万不要信了 打开自己的思维和眼界 抱着正面和不认输的心态 朝着自己的目标去前进 因为每学到一个新的知识 每一次存更多的钱 都是迈进一小步的 别人说你不行 你就去找志同道合的人 去分享 互相的鼓励 负面的人怎么去说你呢 不要紧了 我们十年后见真章 那如果你有买房的需求 但是不是很确定 接下来可以怎么做 欢迎你把你的情况和联系方式 发邮件到下面这个邮箱 或者加我住手的微信 我们会尽快给你回复 看看怎么样帮到你 如果你觉得视频对你有用的 记得点个赞 留言 并且分享 给身边有需要的朋友 这样就会有更多人可以得到帮助了 那记得适合其他人的投资方案 不一定适合你 我们下一期再见吧 拜拜